朱颜第十五章 朱颜在金帐里看着师父带着虫鸣神鸟离开 心里一时间百味杂沉 背后热辣辣的痛 想要站起来喝口水 却哀悠一声又坐了回去 郡主你没事吧 玉飞进来连忙问 快快去帮我拿点活血化瘀的药膏来贴上 他捂着屁股 呵呵唧唧的骂 一定都打肿了 该死的家伙 他也真下得了手 玉飞吃惊的问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还能是谁 我师父呗 他就是大神官 你以前去九一山 就是跟着他学的说法 侍女惊疑不定 看着外面乘风而去的清俊男子 忽然间啊了一声 似乎明白了过来 郡主 难道就是为了他 啊 朱颜张大了嘴 意识恶然 然而玉飞却是满脸恍然之色 自顾自的说了下去 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男人 倒也值得 的确比克尔克亲王英俊多了 可是他为什么又打了你一顿 自顾自的走了 难道是翻脸不认人不要你了吗 自言自语到这里 玉飞顿了顿 又叹了口气 唉 不过师徒相恋 本来也是禁忌 唉 朱颜刚喝了一口水 差点全树喷了出来 这群丫头 年纪和他差不多 想象力倒是匪夷所思 但是 且慢 被他这么一说 按这个逻辑解释这几篇的事 似乎也合情合理 如果父王狂怒之下责怪他 要不要就用这个借口顺水推舟呢 反正父王也不敢得罪师父 唉 想什么呢 刚刚被打的还不够吗 他有气无力的 在白狐褥子上翻了个身 呻吟着让玉飞来给他上商药 玉飞从外面拿来药酒和药膏 小心翼翼的撩起他的衣巾 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郡主的肌肤雪白如玉 仙妖如树 可是从背部到大腿 却都红成一片 肿起来有半只膏 每一记抽打的痕迹都清晰可见 那个人心也太狠了 玉飞狠狠道 幸亏郡主你没跟他私奔 胡说八道 以师父的功力 一记下去 敲得他魂飞魄散也一如反掌 哪里只会是这些皮外伤 然而他也懒得解释 只是翘着脚催促 快上药 稀稀弯弯那么多干嘛 不许再提这个人 听到了吗 是是 玉飞怕郡主伤心 连忙闭了嘴 商药上完之后 背后顿时一片清凉 他不敢立刻披上衣服 只能趴在那里 等着药膏干掉 无聊之中 想起父王正在来抓他回去的路上 心里越想越苦闷 忍不住大叫一声 抓起面前的金杯就摔了出去 他已经十八岁了 早就是个大人 为什么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 来选择人生 只因为他是赤之异族的郡主 他的自由 他的婚姻 他一生的幸福 就这样白白的牺牲掉吗 这样比起来 他和那些娇人奴隶又有什么区别 做梦 他才不会真的屈服呢 那只金杯飞出帐子 忽然凌空顿着 仿佛被什么无形的网一拦 刷的一声反弹回来 几乎砸到了他的脸上 朱颜光着背 趴在白胡褥子上 被水溅了一脸 愣了半天 反应过来后 只气得破口大骂 是的 师父大概是怕他用纸贺传书之类的术法 去搬救兵脱身 干脆就在这里设了结界 凡是任何和他相关的东西都会被困在里面 哪怕只是一只经了他手的杯子 该死的家伙 他气得捡起这个金杯 再度扔了出去 这一扔 他用上了破空术 然而 还是叮当一声 被反弹了回来 在面前滴哩哩哩的转 他用力垂地 恨得牙痒痒 该死的 以为射了这个结界 我就是网中鱼了吗 走着瞧 我一定会闯出去的 整整一个下午 他都在做这种无聊的事 折腾着手里的杯子 扔了又剪 剪了又扔 用尽了所有他知道的手段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金杯 也无法突破 他随手设下的那一重无形结界 到最后 玉飞和云曼都看得惊呆了 好可怜 郡主这是在干什么呀 一定是受了太大刺激 伤心的快要疯了 是啊 刚嫁的夫君犯了谋逆大罪 全家被诅 原本约好私奔的如意郎君 抛弃了他不说 居然还翻脸 把他打成了这样 哎 换了是我 估计都活不下去了 哎可怜啊 赤王怎么寒不来 我好担心 郡主他会寻短剑 侍女们缩在帐外 同情的窃窃私语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闭嘴 都给我滚 滚 他几乎要气疯了 吝声把金杯隔着帐篷砸过去 吓得侍女们连忙躲了出去 然而一想 却又愣了一下 奇怪 为什么他一个杯子都扔不出去 玉飞和云曼就可以自由出入 是师父设下结界的时候 同时许可了这两个贴身侍女进入吗 他倒是想得周到 生怕他饿死吗 他愤愤然的用手锤地 手突然砸在一个柔软的东西上 低头看去 却是师父留给他的那本书 朱颜愣了一下 拿起来随手翻了翻 封面上没有写字 翻开来 第二页上也是空荡荡的 只在右下角写了朱颜小闸几个小字 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迎头小凯 用空荡上古时期的文字写旧 幸亏他在九仪神庙跟了师父四年 临摩过悲帖 习过字 这才勉强看得懂 石颖的笔迹古雅淡然 笔风含蓄 笔意潇洒 看上去倒很是赏心悦目 朱颜趴在金帐里 一页一页翻过来 发现每一页都是精妙而深奥的竖法 从注尽入门直到画镜 萃取精华深入浅出 有些复杂晦涩的地方还配了图 显然是针对他的修炼情况而写的 这打坐的小人画得倒是不错 发病梳得很好看啊 他脱腮盯着上面一张土纳图 不由的嘀咕了一句 诶 这是玉果 上面画的好像是我 他用手指戳着那小人头上的玉簪 不由咧嘴笑了 还挺像 九一大神官亲笔所写的心得 换了云换任何一个修炼术法的人 只怕都愿意用一生去换取其中的一页纸 然而朱颜自从学会飞之后 在家已经有五年没怎么修过术法了 此刻看着只觉得头晕 勉强看了几页就扔到了一边 从天极封城到苏撒哈鲁路途遥远 大概需要整整二十天的快马加鞭 不过富王如果着急用上缩地数 估计三五天也就到了 云荒大地上 除了秦兰帝都中传承了帝王之血的空丧帝君之外 其余六部的王族 也都拥有各自不同的灵力 只是不刀不得已 不会轻易动用 父王一旦来了 自己少不得挨一顿骂 然后又要被押回王府 严密地看管起来 直到第二次被嫁出去 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个尽头 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忽然坐了起来 披上了衣服 认认真真的将那本手杂捧了起来 放在膝盖上 一页一页地从头仔细看了起来 是的 如果他想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光躺在这里抱怨骂人又有什么用 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人会来救他的 他必须获得足够的力量 像师父那样强大的力量 才能挣脱这些束缚自己的枷锁 到那时候 他才可以真正的自由自在 整整一天 朱元郡主都没有从金帐里出来 玉飞和云曼送晚膳进来时 看到郡主居然寒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本小册子 甚至连姿势都和中午一模一样 桌上的午膳也没动过 两人不由地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暗自呐喊 郡主从小就是个屁股上长刺 片刻都坐不住的人 什么时候这样安静地看过书 该不是受了刺激之后 连性格都变了吧 侍女们不敢说话 连忙偷偷放好碗扇退了出去 然而刚到帐外面 只听耳后一声风 一个碗便扔了出来 差点砸中云曼的后脑 郡主怎么了 他们连忙问 然而一回头 却看到朱元捧着书 喜笑颜开地跳了起来 眼神发直地看着门外 嘴里直嚷着 你看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扔出去了 一边说着 他一边就往外闯 疯疯癫癫 连拉都拉不住 然而刚冲到门口 忽然就是一个量抢 仿佛被什么迎面打了一拳 往后直跌了出去 郡主 玉飞和云曼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连忙双双抢身过去搀扶住了他 急问 你怎么了 你流血了 朱元没有说话 只是一把擦掉了鼻血 死死地看着金帐的门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忽然一跺脚 我就不信我真的出不去 今晚不睡了 金帐里的灯果然彻夜没有息 侍女们看着郡主在灯下埋头苦毒 对着册子笔笔画画 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有时候还呼得高声吟诵 起坐长笑 不由的也是满头雾水 提心吊胆 郡主怎么变成了这样 一定是伤心的快疯了 老天保佑 让赤丸赶紧来这里吧 不然就要出人命了 到了第三天夜里 郡主还是不饮不食不眠不休 一直翻看着手里的书卷 脸色却已经极差 身形摇摇欲坠 连别人和她说话都听不见了 玉飞和云曼正想着 要不要强行为她喝一点东西 却见朱颜陡然坐了起来 深深吸了一口气 抬手在胸前结印 然后伸出手指 对着门口比划了几下 刷的一声 只见黑夜里呼得有光滑 一闪即逝 如同电火交击 有什么东西在虚空里轰然碎裂 整个帐篷都抖了一下 他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却见朱颜身子向前一清 一口血就吐在了面前的书卷上 玉飞和云曼失声惊呼 抢身上前 快 快 抬我出去 试试看破掉没 她躺在了侍女的怀里 却只是指着门外 用微弱的声音 说了最后一句话 就昏迷了过去 请不吝点赖 字幕by紧张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